Hello 大家好 我是Melody Pose Studio的Melody 今天我就教大家一路動動一路用力的辦法 去幫大家拉筋 因為當我們一路用力拉筋 我們的肌肉就會一路在用力的狀態 一路用著力一路拉長 我們跳舞的時候 就會刀磚或者是站在那裡 或者是凌空的時候 都可以做到一字馬 如果你都喜歡Melody Pose Studio的拉筋 Tutorial 就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 和按一下小鈴鐺 新影片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一起拉筋 大家準備好了嗎? 快點拿一張瑜伽箭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開始的時候 我們Dowward多個到曲膝頭 然後把胸推向地下 我們會重複做三次 這個動作其實是幫我們伸展 我們的背脊和腳的肌肉 然後把右腳拉向上 拉到最盡 拉向左手邊 然後放下 右腳拉向後 拉向上 拉向左手邊 去到最盡 就放下 五下之後 我們拿起右腳 向後Pulse五下 然後腳跟踢到屁股五下 然後伸直右腳 放下 踢到最高 踢五下 雙腳 之後 我們放下 右腳 就到左邊 左邊 我們拿起腳去右邊 然後放下 拿到最高 去到最右 然後放下 再放下 重複做五下 然後拿起左腳 脚端向后pulse五下 然后脚端踢屁屁五下 伸直的左脚放落地,踢到最高 踢五下之后,我们就放下 然后再重复从downward dog开始 曲膝头,把身体推向地下 再用力将尾龙骨指向天花板 重复三次 然后拉右脚向上去左手边 然后将右脚向后pulse五下 再踢屁屁五下 放下右脚伸直向天花板踢 踢五下 然后到左手边 把左脚拉到最高,去到最右 然后放下 五下之后,左脚伸直向后pulse五下 再踢屁屁五下 然后放下左脚伸直向后踢 接着我们去Triple Pulse休息片 下一部分,我们会打卸身份 伸直直右脚 karena鞋好了 TINPI 踢15下之后 我们就会慢慢将背脚躺在地上 面向天花板 今次我们的右脚会向正面踢 ポイント一些脚趾 尽量将右脚拉长 伸直个膝头 记得不要放松脚腕 不要放松膝头 我们要将肌肉尽量拉到最长 ポイント脚踢完正面之后 我们就变成为flex脚 15下之后 我们就会打側身flex脚 将右脚尽量伸直 然后就换边了 现在ポイント一只左脚 伸直一只左脚 用力踢去自己左边的肩膀后面 踢的时候记得要鎖住脚换 用力踢住脚趾 还有要尽量伸直的膝头 将脚伸直到最长 踢完15下之后 我们就可以面向天花板 然后向正面踢 向正面踢的意思就是 想将左脚踢向右边的耳朵 踢的时候上身不要动 不要因为要踢着脚大力一点 而头部也移动 瞎着脚踢完之后 就到flex脚正面踢 flex脚的时候 其实都要大力一点 flex着脚的 如果你只是放松了脚腕 那我们这个warm up 就会做得不准 踢完正面之后 我们就去旁边 伸直的左脚 flex脚 把脚踢去自己左边肩膀的后面 记得要拉长身体 不要卷住 如果不是 脚踢到 但是身体就会强了 那对于我们拉筋也不好的 踢完15下之后 我们就可以躺在背脚上 拧起两脚 然后打横打开 到最尽 回来打交叉 然后用力向横打开 合起来的时候打交叉 这个动作除了可以拉松横胯 大腿中间的筋之外 还可以练到脚中间的肌肉 做完15下之后 我们就会改变一下这个动作 就是合起来的时候 point 脚 打开的时候 flex 脚 大家知不知道原来 flex 脚和 point 脚 我们所拉到的位置 所用的肌肉 其实也有点不同 所以在我们拉筋的时候 最好就是 flex 脚和 point 脚都做 那我们拉到的肌肉 和 warm up 到的地方 warm up 到的关节 就会更加完善 做完打横踢之后 我们就把左脚放回地 然后用右手抱着自己右边的膝头 flex 右脚 左手这个时候 可以抱着自己右边的小腿 脚盘或者捉住脚板 接着我们就会曲脚 把膝头拉近自己的胸部 然后伸直右脚向自己头的方向 我们会首先曲脚 然后 flex 脚 把脚拉近自己 然后伸直的时候 point 做完正面就去旁边 把自己的右脚 45度拉到旁边 flex 脚曲膝头 point 脚的时候伸直 做完之后 我们就会把右脚在外边 画个大圈 这个动作可以松开我们的宽关节 令到我们的宽关节转动得更加灵活 因为做split的时候 除了肌肉要有弹性之外 其实我们的关节灵活性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当我们的脚向外側打完之后 就到回头向内側打圈 做完右脚就到做左脚 现在左手抓住左边的膝头 把膝头拉低 拉低的时候 我们会 flex 脚 然后就会伸直 point 拉低的膝头 flex 脚 伸直 point 这个时候 再做好 然后再做好 正面之后 再来做好 把脚拉至旁边 45度 重复刚才的动作 记得 在 flex 脚的时候 我们会曲膝头 然后拉脚 再做好 拉完后向外侧伸伸脚打10个圈 向外侧打完后 反过来向内侧打一圈 做完搅脚 我们就捉住两只脚的脚板 曲膝头 想把两个膝头拉到身体旁边 然后伸直脚 在这个位置hold住 如果你在这个姿势时 记得屁股不要拳离开地下 反而想咬屁股落地下 即是有少少咬腰的感觉 拉脚就会拉得更加准 感觉就会更加强烈 如果屁股兜起了少少的话 拉扯的感觉就会减低了 做完之后到最后一个动作 就是躺在这里做Split 将右脚伸直拉近自己 然后左脚向后伸直 用力硬硬硬硬硬出去 两只脚向两边拉扯 我们做Split的时候 如果两只脚都用力 对开Split是会非常有帮助 左脚拉低 右脚用力向后伸展 不要放松右脚 然后我们可以放下 这个拉筋方法其实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可以一直活动肌肉 让肌肉保持非常暖的状态 你们都知道在暖的时候 肌肉是特别容易拉松的 第二就是我们一直活动的关节 所以除了我们的肌肉会拉松之外 关节还会变得更加灵活 如果有时间大家记得要做多一点